大家好,2020年5月2日的最新消息,根据朝中社二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一日出席了当地的一个化肥厂的一个生产基地的竣工仪式 据说还为仪式捡了彩 那么这个报道是朝中社的官方新闻 那么至少他的来源是比较正的 而且他的这种说法给人感觉金正恩好像是没事的 因为他能够出席一个化肥厂并且现场捡了彩 就证明这个人不管是他的身体条件还是他的精神意识都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至少是在化肥厂剪彩的这一段时期内 这条新闻就跟我上一个节目的那种说法看似比较矛盾 大家还记不记得住我上一条新闻是怎么说的呢 我是说金正恩他由于这个劳梗手术的后遗症 现在呢身体状况就是肉体的状况看似良好 但是呢他的那个脑部出了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有两个病一个是间歇性的失忆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智商啊 已经退到了八岁小孩子的那个水平啊 这两个疾病啊 他是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犯间歇性失忆的情况下呢 他的表现会像一个正常人 能够非常正常的主持日常的工作啊 也就是他以往的那个执政水平 但是一旦他的这个间歇性的失忆发作 那么他就会体现出一个八岁孩童的一个智商所能做的事 而且呢他会记不住啊 他成年以后的事 而今天的这个曹宗社的这条新消息啊 给人感觉就好像是专门为了反击这一种网上流传的说法 而故意做出来的啊 这是我的感觉啊 那么 曹宗社的这个消息 他的真实性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啊 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点啊 最大的怀疑的点在哪 就是说这依然只是一条文字新闻 没有配任何的图片和视频 那么既然金正恩像你说的这么正常啊 已经能够出来主持工作了 为什么不亮个相呢 让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印象 那所以说呢 嗯 我们只有往后看 看这条短讯以后啊 有没有跟进的视频和图片 让大家观察 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和视频 他的真实性如何 是不是后期PS过的啊 因为朝鲜以前做过这种事情啊 如果仅仅只有这一条新闻 却没有后续的图片和视频跟进 我们依然可以怀疑金正恩现在的真实状态啊 甚至啊 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猜测这个事情 就是这次的这个话非常的俊功仪式 金正恩真的参加了并且进行剪彩 因为我上一个节目也说过 金正恩的这个老梗的这个手术啊 他的这个后遗症啊 其实在整个医疗界算得上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而且呢 他也会分为两种可能啊 第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病人啊 在接受了老梗手术后 他留下这后遗症啊 可能就跟了他一辈子 永远都好不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随着时间的 漫长的这个延续吧 或者说是有非常良好的医疗条件的这个保护 这个病患啊 他的后遗症的影响会逐渐减轻减弱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一个假设就是 金正恩现在即便是依然处于 后遗症的这个困扰期吧 但是呢 他可能会在他头脑意识清醒的时候啊 他会要求做一次这样的姿态 就是去参加一次就是要抛头露面的活动嘛 就比如说这次化肥肠 这就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啊 你知道他虽然说他身患了这些疾病啊 比如说但是呢 他在清醒的时候依然对全局是有掌控权的 就算他周边的幕僚不同意他这样做 怕这个活动中途他突然出现什么闪失 比如说突然又变成了这个八岁儿童的智力 对不对 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情那不就是搞得很狼狈吗 但是呢 在他头脑意识清醒的时候啊 他的下属们依然不敢反抗他 所以说呢 很可能啊 这次会议啊 这次剪彩仪式啊 是真实存在的 确实金正恩参加过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没有图像和视频呢 那么就很可能他真的在这个剪彩仪式过程中啊 发病了啊 出现了一些不可描述啊 不可预知的一些行动 说出来导致这条新闻是成立的 但是呢 却没人敢把新闻现场的现实情况通过视频和图片来表达出来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条简短的信息而已啊 好 下面再补充一点啊 我做了上一个节目以后啊 很多朋友问我 你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你能够确定金正恩他患了失忆症啊 可能有时候他的这个智商水平只有八岁儿童那么多 我给大家说这个消息来源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站的某个用户的一个微信截图 他们在讨讨论这个事情啊 但是据说呢啊 当时据说啊就是这个消息的总来源好像是 应该是美国的政府内部啊 当然也他们在吹有可能是假的 说其实这个事情啊 金正恩现在的这个 患病的这个情况啊 其实美国和 俄国和一些相关的国家 其实都已经掌握了 现在现在其实朝鲜内部正在跟国际社会啊商量怎么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啊 当然不见了是真的我也只是道听图书而已啊就这样再见啊